大家好,我是雅馨,欢迎收看本期艺术史 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依然来自于 鬼谷子的百合树 教给大家在策划一件事情的时候 怎样做到周密而且合理 鬼谷子中说到 既于百之贵周,既于合之贵密 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 意思是说我们在策划一件事情的时候 周密跟保密的情况下 不仅要做到微妙不易察觉 还要做到合情合理 东汉末年,董卓趁乱掌权 把国家搞的是乌烟瘴气 也招来了很多忠臣们的怨恨 想要铲除掉这个国贼 当然了,董卓也不是好惹的 他收养了一个义子为自己征战 那么这个义子就是吕布 年轻时候的吕布可以说是血气防岗 而且随时都跟随着董卓 让很多大臣们也觉得无计可施 逮不着机会来杀他 有一天,王允在自己家的花园里思考对策的时候 听到了花园里有叹气声 于是走进去发现 在自己的府里面有歌迹貂蝉 貂蝉对王允说我从小就在王府里 大人你也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般看待 培养我又是学乐器又是学舞蹈 你看如今我也十六出头了 长得吧,我还算标志 我愿意为大人效劳万辞无辞 王允听了之后呢,很感动 他潜走了身边的家仆 把貂蝉带到了书房里 将自己全部的这个计谋啊 都河盘拓出告诉了貂蝉 他呢,想利用美人的离间计 离间董卓跟吕布 还小声问貂蝉是否愿意现身 果不其然,貂蝉呢一口答应了 王允呢又千叮咛万嘱咐说 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要不然我们这个计划很难成 整个府里的人还会陷入到一种很危险的境地 那么第二天呢 王允呢就把吕布约来家里喝酒了 让貂蝉出来为吕布倒酒 貂蝉长得很标志啊 是四大美女之一 一下子就把吕布给迷倒了 王允呢也顺势就将貂蝉献给了他 过了一天 又叫董卓来家里 又让貂蝉出来倒酒 那么貂蝉呢 也把这个董卓给迷住了 我把它送给你吧 让他把它带回府 董卓走了之后 派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吕布 说貂蝉呢已经成为董府的一个窃室了 吕布已经相忠他了 那么知道这件事之后 肯定很生气 再加上貂蝉在中间 煽风点火 吕布在一气之下 就杀了董卓 这也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美人计 成功地借刀杀了董卓 那么在这整个计划当中 其实知道底细的 自始至终 都是王允跟貂蝉两个人 俗话说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有一个周密的计划呢 是任何事情成功的基础跟关键 但是在做事情之前 我们要有一个详细的计划 其实小到一个比赛 大到整个的商业合同 它其实都是需要我们提前规划的 而且越是计划的周密 其实你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鬼谷子的百合也是在告诉我们 其实在一开跟一合当中 要注意事情的保密性跟周全性 选择那一些能够守住秘密的人 一起谋划 而那些沉不住气的人 则是离得我们越远越好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就是这些 如果说 你也对我们的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私信我 互动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